王师傅在嘉兴海宁许村有一套房子 今年5月份开始装修 负责给房子装修的公司 叫杭州酱印元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他负责是10万块钱给搞好嘛 搞好到后来又有一点 有几千块钱的增项嘛 就一起付掉了嘛 就到装到一半 王师傅提供了装修群的聊天记录 9月8号 装修项目经理还在更新装修进度 9月14号 酱印元素的工作人员 发送了现场巡检的图片 后来王师傅催促柜门安装 杭州酱印元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位于林平江南家居市场四楼 采访时公司里没人办公 里面关着灯 记得通过电话联系了项目经理 这个老板呢 反正我没有见过面 当然我们工程部经理 我是认识的 知道吧 所以说是承包的 他包给我的 现在我也气啊 那工程部经理呢 就他跟我说说提供的意思 就是说 结后啊 他们会陆续 经常把这些事情搞定的 我就是说 安排工人 工人最快都是我 但是这个主裁 都是公司安排厂家做的 公司现在据老板说 就是说 结后会安排的 你知道吧 记者通过市场的商管不了解到 这家公司已经撤厂 目前也接到了 其他客户反映 装修没有完工的情况 已经在协助部分客户 与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 工作人员提供了杭州 降硬元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负责人的电话 不打过去 无人接听 记者给对方发送了短信 截止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王师傅准备 把情况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一人记住报道 负责人的路口 不phere 负责人的路口 为了价格 追责人的路口